老婆 我回来了 你赶紧去帮我买 还好你买了蛋糕 差点坏事 肯定要买啊 今天可是 妈也真是的 晨曦要来吃饭 也不提前跟我说 晨曦 来 女儿 多吃点 嗯 谢谢妈 哎 嫂子 这个鱼再回过煮一下吧 我喜欢吃咸的 好 我再去加工一下 不是五锅吃饭 为什么要跑我们家里来啊 干嘛 妈说嫂子在家挺闲的呀 那我就来了呗 妈 你知不知道今天事 嫂子 再拿瓶酒来 好 这就来 妈 以后这种事情 先让提前跟我商量一下 就让她做几个菜 断不了胳膊 少不了腿 想了什么 妈说的一点都没错 你太惯着她了 车子 房子 全写了她名字 钱也全部带差呢 你到底是娶了个老婆 还是娶了个祖宗呀 来 晨曦 你的语愿 妹夫 你的酒 老婆 你赶紧坐下来吃吧 晨曦 生日快乐啊 不能光说啊 嫂子 你打算送我什么礼物 啊 这挺突然的 我也没 哎 嫂子 我看你书装台上 有条项链款式不错啊 是吗 我正好想了一条项链 晨曦 你 我去给你拿 还有桌子上的卫生烟片 哦 不是你的东西 还是别碰了吧 妈 你看哥 干嘛呀 你们一唱一合的工作剧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竟然还有小姑子 年和婆婆 一起来欺负儿媳妇的 这传统准 几不然让人笑死啊 妈 你女儿是你亲生的 那逆方也是我岳母亲生的 你是不是都忘了 今天也是逆方的生日啊 啊 这 我不知道你们今天 抽的是什么疯 跑到我家里来撒野 我把我自己的老婆 宠成什么样子啊 你们管不着 也不用你们管 拷好你们的日子就行了 我是你儿子 是你哥哥 但更重要的 我是她的丈夫 你们想欺负她呀 我第一个不让 走 老婆 哎 我们去哪儿 我啊 早就订好餐厅了 我带你去吃大餐 走